书籍名片,书名,长花西施作者,鲁迅出版社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,1972年4月,时事位,也一炉烤箱,酿一滩纯酒,再将旧式情歌慢送,若长时光,我看到鲁迅先生从岁月里慢慢走来,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,身价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,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,人生百态,时事无常。 先生所作《招华西施》,涵盖了从少年到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和人生诡异,记录下从清朝末年到行派革命前后的《莫甘社会人生风貌》一本好书见证一段历史,《招华西施》便是如此,游记初学从白草原到三位书屋这篇文章时,还是少年,先生笔下的童年,大帝也是我正在经历的童年,因此并没有很大感触。 现如今重读,恍惚也持续翻涌,我有关童年的记忆,是一个偌大的院子,里面有两只小猫,奶奶,妹妹和我,那段时光景的橡默片,后来,我们去了另一个地方生活。 在后来,我回到那个院子,它已是一片荒芜,一边童年,书见诗品的此滋味,那些苦卷的情怀,都留在那里。 如先生文中所说,生活,就是面对现实微笑,就是越过障碍注视未来。 生活,就是用心灵之解,在人生之路上才出厌绿的枝头,生活,就是面对困惑或黑暗时,灵魂伸出不然起斗大,却明亮起泪笑的奔战。 世人也怒失,一针见血,万人恐慌,其实先生不过满怀真知与赤字之心,我不能想象在当时落后的社会中,在灰暗的人性里,先生说出这番话,该是怎样的心情? 先生文中的心血与哀伤,那时年就不能心领神会,如今重读,理想当时的中国,当时的社会,不得不感叹先生目光的深邃,思想的深刻,梦倒他的地方,记忆长满青台,禁锢的思想,终于被解放。 先生的梦,满间中华青年的梦,让众多鲜活的爱国青年,又年轻的生命换来社会的进步,从此风暗不在,寒冷不在,从此,漫漫时光,温暖常在,灯火常明,折一只墨栗,坐鱼窗台,清秀其香,广乎见过看到了先生,看到了繁琐封建,又善良普世的长妈妈,看到了博学严厉又正知之谱的寿静吴先生, 看到了严谨不苟,又真知友善的藤丽先生,看到了满怀热情又耿直孤悟的半汉龙,当然,还有那前进的中国,先生左左高华七十,于淡然里侵蚀岁月,于风云处见落光也,那些珍贵往昔,在这聊聊朝日,悠悠边缘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